Hello 大家 我們昨晚幾點回家了? 我忘了 是4個?5個? 我們昨天呢 其實出去泡之前 我們去了一間餐廳吃點東西的 我們去了一個地方叫Khan Market 這個地方比較貴和高級的 其實有很多很漂亮的咖啡店 甚至乎有法國牌子 賣麥克蘭和Ladoury都有 然後有一間吃雪糕的店 我們之前也去過 也很漂亮 我們去了一間叫YamYam Cha的餐廳 它專門吃壽司和點心 Oh my god So yummy 好好吃啊 救命 我們有點怕在人家吃海鮮的 因為新德里在正中間 附近都沒有抹海 所以我們就有點怕 我們就點了素食的手指 Sushi Boat 然後就點了 Rosted Salmon 我們點了沙門 好好吃 真的超級好吃 但是因為這些餐廳 第一它是一個好的地方 所以它就會比較貴一點 A little bit comparatively Yeah But still if you convert to Hong Kong for sushi good sushi impossible to find 其實在印度是算貴的 但是如果你跟香港比較 是正常 四個人是 700元 700元港幣 但是這個area是貴的area 而且它的餐廳是真的漂亮的餐廳 然後我們就去了Clubbing It's very different I would imagine Clubbing here like we mentioned before Oh maybe a little not as classy not as modern In fact It's more modern than Hong Kong by a hundred times 我們入場費 每天都要付 Couple要付400元港幣 然後單身就再付400元港幣 你付這個數 它是會給你QPON 我們就進去exchange喝東西 我們覺得 個人來講 我們覺得Clubbing在印度是貴的 因為是真的 有錢人會去 而且是比較 你們都在影片看到 那些女生真的會穿得 都挺性感的 只是Clubbing 其他東西都不貴 嗯 是啊 好啦 我們現在要去吃早餐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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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解釋一下 發生什麼事 我也有跟你們說過 我們在印度剛好 遇見印度的節日 Navratri Navratri舉行九天 每天都會有少許Ritual 我們要follow 今天這個Ritual就是 我婆婆和我舅母邀請了 九個小朋友來 我們家 我們就會給他一點點東西 和給他一點錢 那這九個小朋友 就會是八個女生 一個男生 全部都要12歲或以下 那其實他們來到的時候 他們就會坐下來 我們會給他一點點東西吃 然後會感謝他們來 這些小朋友 其實他們每年都要做這個 要去很多家 所以他們會很興奮 而且他們會很開心 你看到我們一開門 他們是已經湧進來了 為什麼九這個數目節 就是因為這個節日 是慶祝女神Durga 她是可以化身成九位不同的女神 所以就九個小朋友 我覺得在印度看到這些小小的Ritual 很開心 因為在香港是一定不會 有小朋友真的來你家吃東西 還有很多人都不會特別慶祝這些節日 可能慶祝的話都是搞個派對 或者去對方家吃飯 但是在印度你會看到很多 這些小小的東西發生 是真的會令到你的心很開心 因為那些小朋友真的吃得很開心 而且他們走的時候都會跟你說拜拜 而每年都會發生 我就覺得整件事很心疼 在印度住是超級方便的 你會有儲工人司機 清潔廁所的人和工人是不同的 會有人上來你家裡拿完你想燙的衣服 幫你燙完之後拿回來 你想做Facial你冷得出街的 他會上門 但是我不是說貴 我是說便宜的 我覺得最有趣的就是 鮮炸的牛奶 他也是會 早上7點拿給你 然後新鮮的水果和蔬菜 就會有一些叔叔在你家下面 推著那些小小車 然後他們就會大喊說 我有蘋果 我有橙 那些人有興趣 他們就會下來 給錢買 然後就回到他們家 真的超級方便的 但是早上8點 如果你正在睡覺的話 你就會聽到那些叔叔在大喊 他們的聲音很大喊 大家好 我是新德里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Hello I'm KU 我們今天在印度最後一天了 Oh no so sad 好 sad 但是我們今天終於有時間 好像一個遊客一樣走來走去 It's a tourist day 還有KU第一次來新德里 所以我要帶他來 First time coming to New Delhi and I've gone to all the local nice places but not the tourist 我們今天就來到一個地方 叫做Jumpet 很多遊客來新一定會來 這是一個market 我們就會走 買東西吃東西 Let's go 其實Jumpet就從那裡開始 每一間店都有自己的名字 和號碼 這些就是Tabathean的店 我們向前走 其實真正的印度market 就是過了這條馬路才開始 這就是地鐵站了 你剛才做了些什麼 他說120元港幣 是 我說哇 XX 這裏有很多很多間 不知道在哪裏買 好一點 而且沒有店舖 即街邊這些人 他們是由他們的城市 或者他們的村 可能他們要由夜晚 鎖幾個小時車來到新德里 特意買他們製造的東西 所以他們沒有店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沒有錢 剛才看到那間店的叔叔 可能駕8至10個小時 來到新德里 然後那些東西 是真的自己有穿到手做的 看到他們的窗就在上面 他們會由上面扔下來 很多店鋪都是這樣 他們買了 然後就去吃 吃吧 怎麼吃啊 好大 抹大口吧 快點 好吃 不好吃 剛剛開始吃了 我們買了幾件T-Shirt給Kyu 然後我們就走完了 哇 你第一次來Junbud的感覺 因為我去了Chani Chok 這個太旅遊了 如果我去Chani Chok 我看T-Shirt 它會說 哦 開始時 它會說 哦 250 Rupee 25元那些 這裡呢 開始時是60元 港幣 這裡是貴一點 因為真的給遊客 對呀 但是這裡呢 這裡可以 怎麼說 房價 好了 我們這裡就完了Junbud 接下來就是 一個地方叫做Kanat Place 就是一個緣故路來的 因為我來計算的 因為我來計算的 但是多數人都會在這裡計算 他們都是跟司機說假 好了 我們現在下了 Otto了 這個就是 這個不是 這個是Can Place 這個是Can Not Place 哦 好想吐 哈哈 它的Jokes 令到我 哈哈 其實這裡是超級漂亮 它都是用白色的Architecture 然後裡面有很多店 你想不想吃印度的麥當勞 哦 這裡呢 這裡的麥當勞 有個Burger 叫Alu Tiki Burger 我很喜歡 好想試一下 我們去麥當勞 那你也要看路的 我不懂去的 我不懂的 我不知道 Google Map 好累啊 快點 喂 等一箱 你看到其實這裡的八轉都挺漂亮的 哦 他們有Escape Room Mystery Room 好像很好玩的 我們剛才吃了印度的麥當勞 其實我們就點了兩個包 薯條和可樂的 嗯 我們其實打算進去拍 但是也是那樣東西 進去之後他又說不可以拍片 那我就 混合了我們的Burger是怎樣 其實那個Burger是多少錢 4元4毫 4元4毫 4毫 哇 那是很便宜 是啊 而且我們發現他的Burger 這裡的Burger是一個類似薯餅 然後裡面就有豆豆 然後有些蔬菜 然後他就會在上面加點醬 還有加洋蔥 超級划算的 超級划算的 但是他們這裡的漢堡包是不會有芝士 不會有菜 It's so weird A burger without cheese Yeah 他們會加很多醬 洋蔥 然後就是一塊薯餅的物體 But it is very yummy 是啊 I must say that 我們點了一個就是Alu Chiki Burger Alu Chiki Burger 就是薯餅的Burger 然後第二個就是 四川Burger 那就是同一個薯餅的Burger 但是上面就加了一些辣醬 我們看到有一個新出的包 就是Butter Chicken 還有一個是Dalmarkney Burger 就是一個咖喱 咖喱包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要去吃晚餐 差不多所以我們就沒吃過那麼飽 但 overall 真的是很划算的 Yeah it's amazing It's like good for snacking 對 而且我們剛才進去的時候 有一個牌寫著 因為印度的麥當勞 是不賣得牛和豬的 Oh yeah You saw that It's pretty cool Yeah 所以裡面是只有雞 魚和素食 嗯 我們吃完麥當勞 已經一落了 這裡很流行 中間會有一個公園 今天就是一個節日的 人在裡面飄近我 它吃了 對 每次都吃完 都吃了 這是一整個不正門 水 它吃了 兩次才用來 斂米 最後這裏 嗨 在這裏 也可以 大家好,我們回來了 我們回來了 很明顯,因為我們已經戴了口罩 suddenly wearing mask 很不習慣 因為我們一上飛機的時候 他已經跟我們說 麻煩你戴口罩 然後我們就說 對,我們回香港了,我們要戴口罩 昨晚跟我們表弟、表妹出去吃飯 我們去了一間西哥餐廳 真的很好吃 而且很棒 我們點了牛油果的酒吧 他就在我們面前做 因為我表弟妹未見過 所以我們就點了一個 而且我們點了一個芝士的 fondue 都覺得挺好吃的 他的食物很棒 韓國的骨骸人 我不認為他們有那麼多的味道 你看他們有兩頁的餐廳 很棒 店的名字是甚麼? Miss Margarita 因為我們昨晚最主要是砍東西 所以都沒什麼時間拍 所以我們就打算回到香港才拍 而且我們都很緊張 因為現在已經變了0加3 我們就不知道 那個procedure是甚麼 或者回來會不會很快 但其實 是超級快 是超級方便 我們一下機 然後你就要填一個 form KU已經填了一個 form 有個QR Code 你要給他們看 還有身份證 整個程度都要拿著 除了這個之外 他們只會幫你做個很快的 超級快 做完之後你就就可以了 它是你一直走 做完 停在一個point裡 做完個test你就就可以了 其實呢 外面是這裡 你可以接人 然後它又不會接平你 是很正常的 很正常的procedure 我覺得很開心 因為我們接下來 都要二月再去印度 都覺得很方便 回來的話 我們希望 影片出的時候 或者 我們一月去印度的時候 已經變成0加0 嘩 我們現在要回家了 因為十點 和我們兩個明天都要上班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咦?你們還沒走? 走之前記得 comment, like 和 subscribe 我的YouTube Channel 下次再見 拜拜